巴尔加妈妈也是美女,佩莱丈母娘来中国爬长城,赞不绝口看过一篇帖子,分析了鲁能外援佩莱女友巴尔加,为什么如此受到中国求你喜爱,似乎有一定道理。 文章说,巴尔加是匈牙利人,而其实匈牙利就是2000年前的匈奴,人种都来自东方,看瓦尔加的五官,很符合东方人的审美,巴尔加1995年7月15号出生在匈牙利,巧合的是,十年前的7月15号,佩莱生在意大利,同月同日生,也许注定了缘分,效力于南安普顿期间,佩莱偶然一次上网, 看到了巴尔加的照片,惊雷天人,随即非父兄牙利展开追求,一开始,巴尔加坚决拒绝,因为传闻佩莱是花花公子,担心好景不长,不过佩莱打定主意,就是要追求巴尔加,这位美女的母亲后来也见到了佩莱,觉得小伙子很懂礼貌很不错,同时,白朵玫瑰的套路,对任何女孩都是适用的, 没过多久巴尔加和佩莱牵手成功,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故事,从欧洲杯赛场上,这对情侣因为男聚女量,而双双成名,到后来来到山东鲁能效力,佩莱作为典型的战装中锋,在中超赛场上得分的成功率并不高, 但是支点作用明显,鲁能在和他合作一年半后,本赛季依旧延续合同,而巴尔加也是非常喜爱中国,只要有比赛休息期,都会去各地游玩,此前在游历长城的时候,巴尔加的妈妈也来到中国,对这个古老国家赞,不绝口,据巴尔加透露,她和佩莱的婚礼未来的举行地不会是中国,她希望能够返回欧洲举办, 感谢观看